- 凱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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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凱雲真的是逆著版本在走的喔 - 這裡的Lona幾乎是已經很久沒看到了 - 那PSG這裡也要決定他們輔助的微選Counter是瑞娜 - 瑞娜達對 如果凱雲選進戰開團的話 - 瑞娜達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- 因為開大決的話可以阻止對方打他的AD - 因為其實FAK這裡也是可以鎖瑞娜達出來 - 但是昨天還稍微查了一下凱雲生涯的瑞娜達勝率其實不是很高 - 而且使用場數不到十場 - 這裡GEMANI三攤 - 反而是MAPLE主動跳上來跟GEMANI換一套血量然後再往上河道來撤退 - 繞了一個視野這裡下半步直接打起來MNN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- 看起來他被凱雲給直接賣掉這個首殺被PSG給拿到 - 這波來吃這個龍 - 因為中下其實都是被推薦的 - 這波吃到龍還蠻關鍵的 - 這邊因為 - 被抓到 - 對他在裡面回程 - 但是凱雲吃了那個 - 吃小兵然後的東西 - 他的輔助裝被動 - 對 - 畢竟還是雷歐娜加了雙防之後 - 剩下半血左右 - 反而是另外一邊GEMANI被抓到吃了一個破甲劍 - 但還是半血以上 - 這裡想抓一個時間差 - 知道一件的狀態其實不是很好 - 但這一波要看一下是誰先手 - 因為這波其實已經沒有兵線了 - 這一波是直接扛著兵線再來打 - 這波爆炸射擊加大絕 - 閃現過去MAPLE想補一下普攻這個人頭 - 做了一個交換上路 - 兩邊都倒地了 - 對 這邊就是一換一 - 這個就是有點硬要 - 其實小兵已經倒了 - 狀況下 - 還想再追GEMANI - 頂到這裡看起來W想再騎 - 但是傷害其實不是很夠 - 只是一匹馬 - 這裡日延還在燒 - 再來MAPLE還想再走掉 - 這裡還在燒嗎 - 大絕來個R閃 - 但有點慢了 - GEMANI這波操作失誤 - 被MAPLE跑掉 - 這裡是MAPLE撫了一發破甲箭 - 但是自己的位置有點危險喔 - 這裡凱文已經回去了 - 人在這裡 - 大絕直接交代去 - 知道剛剛那波下路打完 - MAPLEDF全部都沒有 - 吃了一個月影狙擊 - 飛躍已經綁到這裡 - 扛一下塔最後人頭交到杯體身上 - 哇 這麼 - 那這一波是GEMANI想來一波蹲點喔 - 覺得對方FAK - 覺得PSG認為他們是已經回程的情況下 - 但PSG的站位其實也很小心喔 - 對 就看有沒有人想 - 路過 - 有沒有人犯正 - 一閃R完全沒中凱文 - 而且也是 - 隊友是沒辦法跟上 - 很可惜沒中 - 說是這麼說 - GEMANI - GEMANI - 乃哥沒回家啊 - 他是直接殘血喔 - 基本上是一刀一個喔 - 沒錯很可怕 - 那這一波是阿智來蹲點反對這裡一技能 - 刺而衝撞 - 想先抓的是一箭一箭開大絕加速 - 這邊後排GEMANI WIC又吸到兩個人 - 這裡來看一下誰的輸出比較夠 - 這裡俊佳是一個全坦的冒凱 - 傷害不是很夠 - 看起來被逼退這裡 - 逼了一個俊佳的閃現 - 而且FAK - 開車 - 也是在上半做了一堆視野 - 來看一下俊佳這裡 - 開車玩 - 撞過去這裡PSG有三隻虛空幼蟲 - 推塔的輸出其實還不錯 - 而且四個人集結這裡 - 凱文潤的聖矛想來反開 - 但是MAPLE的跳很關鍵 - 直接規避到這個CC - 技能性很好喔 - 他其實想回家 - 但是 - 喔 第二槍小龍的斟斗 - 被吸了 - 但WUDI - 是喬威剛剛講的嗎 - 被抓到一波機會 - 但這裡多連鎖沒有綁到 - 但WUDI交閃交大絕 - 這波是一個隱患 - 但如果沒有GEMINAI的大絕進場的話 - 他們其實是沒有人能夠主動開 - 只有凱文 - 但他也把大絕交出去啦 - 凱文大絕才有差不多10秒 - 這波只能看有沒有辦法偷到 - 這邊是鬼靈之波先來勸退 - 這裡重機的爭奪 - 是被俊佳給拿到這條小龍 - 這裡反手的杯體 - 下了一個月日守護 - 直接炸了一個小煙火 - 但是正面的話看起來 - 俊佳永遠走不太掉 - 打了一個瑞娜達 - 要沒有辦法救出自己打野的性命 - 這裡是吉米安拿了一個閃推 - 把MAPLE給推了回來 - 再接CZ Chain這個DoubleQ - 吉米安開C啦 - 這邊FAK就做得比較好 - 因為其實他們是有把下路線推 - 先推 然後中路線也是他們先推 - 那他們還回去把中路線推了 - 那這裡PS就知道 - 他們是急於動龍的那一方 - 對 其實PSG就很急 - 有失容的壓力 - 其實PSG這波很急 - 尤其是他們線都沒有處理好 - 那FAK其實一直在小贏小贏 - 那FAK這裡可以派人來支援過來 - 還是要來搶龍 - 這裡俊佳一樣的方式 - 但是龍最後是被GEMLINE給中走了 - 這個龍 - 聽牌龍的節奏 - 被FAK一個斷掉之後 - 俊佳直接綁上去 - 交了一個閃線離開 - 有點尷尬跟隊友脫節了 - 他們的中上 - 在這種邊線 - 進入15分鐘以後的 - 邊線發育能力 - 算是很優秀喔 - 導致這幾波下來 - 其實PSG的優勢 - 幾乎只在Betty身上了 - 這裡選擇直接閃線來硬開 - 開的是對方 - 這裡俊佳肯定要被留住 - 反手的21收購 - 買到兩個人 - 這裡至於再保住自己打野的性命 - 但是俊佳還留著啊 - 俊佳只有兩三百滴血量啊 - 俊佳還在身上有一個護盾 - 來看一下最後這個巴龍 - 另外一邊則是凱文被抓到了 - 另外一邊則是MAPLETP下來 - 先抓的是對方的輔助 - 來看一下龍還有4000左右 - 甩了一個大決戰 - 但Betty這是一個空大沒有抓到的人 - 凱文刺超多的傷害 - 這邊FK只能選擇撤隊吃了有點太多巴龍的傷害了 - 另外一邊俊佳來了 - 這裡MNM來了 - 這個破甲劍打在Betty身上不是很高喔 - 傷害不是很高 - 另外一邊則是一箭 - 滑到巴龍坑上面先抓的是MAPLE的位置 - 這裡砍到 - 再一個冥夫血墊掛到這邊 - 兩刀就快要把MAPLE給砍了半血左右了 - 回頭這裡FK把巴龍拿到之後 - PSG想來留人 - 這裡是鬼靈之握下來 - 先綁的是對方的AD - 這裡MNM的進化瞄解 - 但這樣俊佳有點乾可能要被留住 - 而且另外一邊進場的阿茲 - 看起來傷害有點卡不太住 - 這邊三個人在打他 - 另外一邊俊佳也被MNM給圈推 - 這裡PSG - 他們的雙人組射手有點難進場 - 反而是俊佳又被賣掉了 - 另外一邊這是一箭 - 閃現直接砍了進來 - MAPLE只能夠往後來跳 - 交閃還是死掉 - 這是一波FAK拿到巴龍 - 而且五個人全部殺光 - 連換五完美團戰 - 這裡是FAK要往下路來走 - 這裡再來一個1指道人 - 這裡俊佳直接被推了回去 - 這個人還給到的是法洛士神 - 另外一邊一箭 - 被阿茲給纏住 - 但是現在的惡薩斯已經完全不怕了 - 這裡要把下路的高底也點掉 - 另外一邊MAPLE - 極限交換也來都更了 - 對MAPLE應該突然這波就得回家了 - 因為其實 - 要看一下對面有沒有想G - 但是對面看起來 - 如果想G的話MAPLE就要回家 - 喔這個巴龍其實還有35秒喔 - 對 - 如果對面沒有想G - 就可以繼續推 - 這邊 - 基米恩還在戳 - 這裡主堡雙塔的門牙已經掉一座了 - 杯體已經被戳到剩半血左右 - 這裡MAPLE還不回嗎 - 回了回了 - 可是太晚了 - 但是沒一箭也斷到了 - 林安一直殺自想來繞後 - 但是開了一個1的熔岩俯衝的覺醒 - 這邊只能往後來走 - MAPLE回不了家了 - 那只能夠做交換 - 把他們的上路兵銀給拿到 - 但這裡有巴龍的BUFF - 所以這邊MAPLE選擇回頭來反打這裡 - 把人給推走 - 爆炸射擊傷害不夠阿 - 對MAPLE直接跳上去做個交換位置 - 不太夠 - 這裡Q1砍到MAPLE殘血逃脫 - 那另外一邊則是FAK - 把兩路的兵銀拿到之後 - 也往野區來撤隊 - 但這裡PSG想來留人 - 先抓的是對方 - 但是這裡有的傷害不是很夠阿 - 這裡又被多連鎖 - 給直接綁到這裡 - 屋底閃現2E收割想來綁人 - 綁到兩個逼了一個進化 - 而且另外一邊 - 吉米也想抓 - 但是俊佳完全抓不到他 - 這裡還想再殺 - 把了兩個人給拍走 - 這裡推 - 吉米的推攻沒有關係 - 傷害還是足夠 - 但是沒有狀態啦 - 俊佳也沒狀態 - 這裡也沒有大絕沒有閃 - 來看一下是誰抓誰 - PSG還想來留 - 這邊FAK要做的就是 - 抓了射薩斯 - 他們只要拖時間就好 - 一直是下路兵線已經進去了 - 而且MAPLE還在推 - 這裡FAK回不去了 - 吉米也有T1來看一下 - MAPLE還在推嗎 - 應該是走了 - 對方回家了 - 哇這部FAK的交換 - 對PSG來說其實 - 算是5-5開喔 - 還想來留人 - 這裡MAPLE看起來要被抓到了 - EQ上來順勢收下這個擊殺 - 這邊FAK就做得非常非常好 - 現在有4000塊的優勢 - 這裡多連鎖綁到 - 有一個魔鍋 - 幫Betty可以解掉 - 但是遠方的破甲箭 - 喔Betty剩半血了 - 但TP的是正面喔 - 所以這個巴龍剩4000左右 - 來看一下俊佳 - 沒有閃現 - 來看一下這個巴龍是誰的 - 12000左右 - 來看一下巴龍最後是被 - Gemini給中到了 - 那目標是來打斷 - 可是俊佳已經要被賣掉了 - 在這個窄口 - 所有人都被右翼收口 - 來看一下最後俊佳沒有辦法 - 復活反而是一箭在側邊被賣掉了 - 另外面子只是吉米也的進場 - 也一個推空 - 沒有辦法把人給留住 - 另外面子是Gemini - 還想來留人 - 這裡殺病人還在說 - 吉米恩是無敵的存在 - 她是一個四箭裝的阿祈爾 - 沒有人可以攔住她 - 再一個EQ往前 - 把肥底給戳死 - 再一個驚人 - 規避到這個傷害之後 - 凱文也把人給留住 - 看起來也走不太掉 - 打了一個藥 - 但是救不了她的人命 - double kill - 給了吉米恩 - 應該GG了 - 我覺得吉米恩 - 有嘗試敢打 - 雖然 - 我覺得團戰沒有打得非常漂亮 - 但是 - 他敢打 - 我覺得這就打得很好 - 他知道是他需要接管這個比賽 - 對 其實FAK很清楚自己的BP要怎麼打 - 因為之前我討論過就是 - 強隊會知道自己的BP要怎麼打 - 是 - 弱隊就是會打入對面想打的團戰 - 哇那這一波完之後 - 看一下復活時間 - 雙C20秒跟30秒 - 這邊有點難阻止對方 - 四個人的集體拆塔 - 這邊五個人全部都在拆 - 這邊一件TP還沒復活 - 這裡主堡目標是誰 - 目標是人 - 還是來點這個主堡 - 大家都分散 - 要把人全部都給殺光 - 再來點這個主堡 - 34分鐘 - 用FAK一勝禮拜